商务专业 硕士 大家好 我叫帕西 来自中国快半年了 我现在在这个对外经贸大学 我今天来是想找这个国际贸易里的工作 因为呢 我希望有别的人沟通 谢谢大家 太阳帕西 你好 你好 中文说得很好啊 学中文学了多少年了 从04年开始 04年开始 后来转到这个对外经贸大学 学了本科 还有学了硕士学 本科的时候是学了会计 然后就觉得 太适合 然后就学了国际商务 硕士学的国际商务 拿到了硕士文成之后 在中国有过工作经历吗 两周以后要毕业 我正在找工作 正在找 这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硕士毕业 对 四年是学办科 两年是说硕士 所以这就七年半 八年的时间 对对对对 就一直在中国吗 中间没回去过 每年回去 其实我是一个月前回中国 一个月前刚回来 对 刚回来 你要找的工作就应该是和会计 或者是国际商务有关 跟国际商务有关 跟国际商务有关 对 那主要你还是希望能够和你的国家 或者说和你们那一片的国家 来做国际商务吧 不一定 如果有一个能说英语的国家都行 说英语国家都可以 都可以 国际商务 对 那在这方面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优势和长项吗 因为呢 我比较希望跟人沟通 我可以让你还买这个东西 就具有比较好的推销的能力 对 这是一个能力 还有什么能力 然后呢 我这个在组织方面 我还因为在学校 我组织不少的活动 组织了很多活动 对 你在学校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啊 学生会啊 有吗 对 都参加 都参加 在学生会是什么职务啊 威尼部的部长 你在中国学生会 还担任外联部的副部长 对 对 对外经贸大学 突然来了一个 来自多米尼克的同学 来做外联工作 是的 但是是 中国学生跟这个联络呢 因为中国学生跟陆学生 有的时候没有这个 射箭在一起了 然后他们就给我这个工作 把这个两个在一起了 那有没有想过在 就是回国找工作 我因为这个时候呢 在家里的时候 我看了 然后就有点想中国呢 所以就想回来 真回去了之后 还是非常想中国 对 还是决定在中国找工作 对 你要找工作 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 就是工作签证的问题 因为你是外国人 是的 这是一个大的硬件基础 对吧 是的 好 它其实这样啊 在工作地点上 是只在北京吗 无所谓吧 我比较想在北京 因为 你看 你看啊 你看 比如说何总那儿 何总是快课药业 何总那块儿 有可能给你提供一份 在海南的工作 像杰利亚 有可能给你提供一份 在杭州的工作 你像帅康电器 春华咱们提供的工作地点 一般是在总部在 在宁波 在宁波 有国际贸易这个部门 你们有吧 有 他们就帅康电器 而且出口到美洲 工作地点在宁波 这在不在你的考虑范围 怕西喜欢 不是 你怎么突然就一下 特别高兴的 不是 不是这个 就是 我 我真的想失败北京 因为我已经把北京 就变成我的二个家 已经离开的一个家 如果要离北京的话 会离开的二个家 然后都好像重新要开始 要重新开始 家这概念 不光是个住的地儿 已经有感情投入了 对对对 是吗 怕西 这样啊 实际上呢 做国际贸易这个行业 应该四海为家 是的 是的 一问 我想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没太明白 就是你更愿意做国际贸易 国际商贸呢 还是说 做管理的工作 也是选择 这两个是更倾向于哪一种 可能我先说 我找份工作留下来 是不是因为现在要毕业了 得赶紧找份工作 要不留下来就成问题了 对 是吧 咱们实事求是吧 把所有的东西都摊开来说嘛 对不对 所以要赶紧找一份工作 对 要一份工作签证 能够让你留在第二个家 对 对吧 是的 好 那个你在回中国学语言 包含上这个本科和硕士之前 你在那边有过四年的工作经历 对 你之前那些经历 对现在的这个工作里头 有没有一些积累 就是或者你哪方面比较强 因为你现在选的营销嘛 对 就你之前四份工作里头 因为又做数据 又做这个项目 又做协调员 我想知道就是你在那方面的能力 就有哪方面特别突出的 我最强的能力是组织能力 我觉得 组织能力 对 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 对 这个能力我很需要 好 派西我对你挺感兴趣的 因为我们是做教育培训的嘛 我们也有一对一的这个口语项目 如果说比如说 因为英语是你的母语嘛 是的 也是你的所长 是的 然后如果你到教育培训机构里 比如说你做一些口语的这个老师的工作 然后我们还把这个口语项目让你来管理 你感不感兴趣 当然它跟贸易没什么关系 管理也行 对 而且它里头有一定的销售职能 对 管理也可以 我给你肯定是管理港 不会是一个普通老师港 好好好 我们有外交 而且我们还能解决你在北京的这个商务签证问题 好好好 我再替大家问一个问题 你对薪金的要求是不能低于多少 一千吗 我希望找一晚上的工作 我没问题 你慢点 你找什么急啊 我们这中国老板呢 特别的热情 他们说呢 能找到工作是最好的 但是要知道啊 不要被他们的寒暄和热情呢 迷昏了头脑 还是找一个呢 你对口的 你刚才说过 愿意在这个国际贸易啊 这个这个行业的发展 好 我没去过你的国家 但是我知道人口也比较少 大概七八万人 对吧 七八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的简历嘛 你是有一个市场开发的一个项目 那如果真的是要去找这些工作的话 我倒建议你到南方去 建议你到南方去 他建议你离开你第二个家 你这个视野不要太局限在北京 也许他能找到第三故乡 对 第一印象 做出第一次的选择 你们觉得帕西 是须是流 选 一剑离开 小灰离开 何老师离开 一霞离开 一二三四五 五位离开 七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才 李峰 我看到你的简历里 其实你曾经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过 做的是旅客服代表 我想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工作 比如说你去 在这个 台上面的这个 比如说你要买票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 我可以出这个票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飞机可能晚来或者什么的 晚点了 晚点了 我要给你解释 然后把你的问题就 是不是就是航空地勤的工作 客服 客服 处理投诉的人力会比较强是吧 处理投诉的能力强是吧 对对对 我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 对 看你怎么处理 好 你要用中文处理 不许着急了之后说英文 好 你说英文会让我更暴躁 好 为什么老晚 对不起先生 我们的飞机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为了考虑你的安全 我们先要把飞机先弄好 然后要让你们上 多长时间 现在不好说 当时大概一两个小时 如果你饿的话 我们可以先提供给你吃的东西 我不饿 我现在很困 如果你要休息的话 我们这边有什么什么 休息室 你可以先到 休息室里面 对 一飞机的人都在那休息室待着 不是 因为你是我们的高级客人 我会特别照顾你 没话吧 你还怎么有脸 跟人发脾气 对不对 来 这样 我觉得现在也不考虑能力 我觉得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咱先理一理 好不好 你看 你从这个 遥远的多米尼克来 作为一个国际友人 不远千里来到中国 万里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来并肩作战 世界很大也很小 我们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是出口的 哈希 我给你个建议啊 之所以喜欢北京 是因为北京是个 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但实际上 为什么北京有文化底蕴呢 因为北京以前做过皇城 是皇帝的首都 那么在座的还有一家公司 其实也是皇帝的首都 就是杭州 杰利亚的总部 其实我喜欢杭州 对 南宋 南宋之后是 而且杭州有一点特点 一是很有人文底蕴 很适合外国人 在中国感受中国的这种民风 第二个 它的气候 跟加勒比地区这个气候 比北京更为接近 第三个优点 它还离宁波 帅康特别近 皇帝出巡的地方 对 你先去杭州 但不下去了 你就去宁波 很方便 少康我觉得他们两个去 为什么少康我要说这句话呢 有个前提 办外国人签证 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我们已经 我们有外交已经办成过 帕西 那个别去行 有没有没办成 没有 那里没有五道口 没有胡同 没有三里屯 是吧 这都是你喜欢的地方吧 不是 老板们现在策略是 把外国朋友绕晕 然后就去他们那了 好 现在反正不管怎么样 场上一共是由七位留下来 这七位要做选择了 别说话了 该走就走 好吧 还说一句话吗 因为刚才那个 帕西嘛 他语言当中流露出对杭州的喜爱 书东坡有首诗 就是湖上出情的有首诗 水光连河情方好 三色空蒙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美丽的杭州 海南 我估计他其实听不懂 这个我也有一首诗啊 杨万里的一首诗 最后两句这样说的 以如万山圈子里 一山放过一山来 谢谢 咱们呢 不要强人所难 人家说了喜欢那个城市 对不对 比方说海南我也喜欢杭州 但是不等于我要把加班杭州去俩盖 但是我是想多米尼克的帕西小姐 就是介绍我们杭州 希望他有一种失忆的生活 拔酒对割那种 对 好好好 给工作 该走的走 好不好 你们两个别着急 我说了 该走的走 七位 现在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到了帕西的手里 选择 魏普离开 尹峰离开 静波离开 一二三四 有三个人走了 四个人留了下来 咱们现在让他们四个分别说职位 好吗 帕西 好 来 大街网 苏子 大街网提供一个销售的岗位 主要销售互联网的广告产品 好 销售工作 来 优胜教育 我们现在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英语剿这个项目一直在开发 主要它是在培养学生英语这个口语兴趣的 而且多米尼克我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 是个追求快乐生活的国家 是的 所以其实我特别希望你这种快乐的感染力能感染到我们的学生 让他们觉得学英语很快乐 你工作也很快乐 而且还能挣到钱 来 帅康电器 考到你这个对于美洲地区的这个文化呀 这背景比较了解 那么就主要是拓展这块的这个业务 好的 四海为家 好 谢谢 工作地点是 在宁波 宁波 宁波 这还真是你想要的国际贸易拓展专员这样的一个职位 宁波 皇帝出学的地方 知道了 这是帅康电器提供的工作 来 杰利亚 杰利亚是全世界非常大非常有名的一家毛巾生产企业 来 派西 杰利亚给你的一个职位是 我们杰利亚集团外贸公司的总经理的助理 工作世界大部分是在浙江 对 大部分是在浙江 杭州 该出差也得出差 知道了吧 好 巴西 15秒钟的思考 巴西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两盏灯先关掉 再见 再见 来自杭州的台南 我可以有机会请 过去 好不好 我看你 我去努力给我的 再见 再见 苏仔 好 巴西的这个选择 非常奇怪的 留下来一家北京的 留下来一家宁波的 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宁波的留下来也白留呢 不知道 这是个谜 反正有两家留了下来 优胜教育率康电器 谈钱不交感情 优胜教育 中小学部 个性化中小学部 给你提供的这个 用语口语负责人的 起薪是一万 如果一年下来 你管理业绩好的话 还会有奖金 你说这个一万 这不包括 起薪 起薪 就是背心一点 不包括迹象 OK 好 除了这个以外 还提供什么呢 比如说主宿 什么的 提供吗 住宿 我没有单间住宿 可能这个提供不了 然后但是这个 你不是喜欢杭州吗 我可以提供你去杭州出差 我们全国各地好多水晓 你的口语的能力 一定会对他们有帮助 所以你会有旅游的机会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一万是税后吗 或者税前 税后 税后 好 税后一万 你算清楚哦 税前是多少 税前 税前约为一万三到一万四 来来来 继续 嗯 好 呃 这儿呢先说 我们这儿包吃住 但是我们呢 这个薪资呢 是六千块钱 保底 但是呢加提成 是这样 按说还得有三个月的实习期 成华你这个太没竞争力了 三个月还有十一期 好的 还有问题吗 嗯 应该没有吧 没有 没有了吗 没有 今天还满意吗 截止到目前为止 还行 什么呀 他一直在说 对对 就你纠缠什么呢 你内心在纠结什么 巴西你跟我分享 分享 我真的想 我就可以把我自己分 三个 给他一分 给他一分 然后给他一分 真的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还是帅康电器 还是选择跟他们两个人说 谢谢你们俩 回武道口了